大家好,上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给蝴蝶兰换盆需要提前做的事情 就是给它使用磷色金甲,喷湿叶片,嚼灌根部 同时给它控水,直到这个质料全部干透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脱盆之后,我们该如何处理 我们处理的时候,首先是把这些旧的质料轻轻地给它全部分出来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避免弄断它里面的一些根 处理完之后呢,接下来就是把一些烂根给它修剪掉 大家看到吗,像这种烂根一定要给它清理干净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,把这些质料全部清理干净 还有把一些烂根也给它修剪完了 接下来呢,就是给它浸泡杀菌药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戴森猫芯 按照一比八百的比例对水 搅拌均匀之后,给它浸泡15分钟 如果它这个根部有腐烂的地方,我们最好给它清洗一下 用牙刷刷一下腐烂的伤口 因为蝴蝶兰它比较喜欢干净 所以说这个根部啊,腐烂的或者是脏的东西啊 全部给它清理干净 我们给它浸泡15分钟之后 然后将它捞出来晾干 我们就可以重新给它配土上盆了 那么有一期间的关系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分享给它配土,给它上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